OK,那我们还是继续来学习 我们的手势识别组件 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长按 就是Long Press 这里我们还是用类似的方法建立我们的一个项目 那这里有一个Green View 这里有一个Green View 然后呢,我当然也是找到相应的手势识别 比方说Long Press 就是长按 那我们想象一下这个长按它是怎么样去构成的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把手指一直放在上面的时候 它是不是真的就表示它一直就没有停,没有动啊 不是,而是我们的系统 它是有一个非常微小的时间间隔 在不断去检测那一块的这个电流情况 一看那个地方有电阻 然后它就会判断这个地方被点了一次 但如果它不断的检测,不断的检测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去检测 发现那个地方都被阻塞了 它就认为你是把手指一直放在那的 这个明白吧 好,那么这个时间间隔的问题 我们可以去看,看一下 反正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比方说系统默认的0.5秒啊等等啊 这样的时间间隔 这个都无妨 反正时间间隔越短就越耗电啊 那好,我们现在把它进行了一个关联 然后同理,我们还是给它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属性 那么属性首先有一个 mean duration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是它一个长按的这样一个时间间隔 它认为你超过这个0.5秒 那你就是长按了 如果你小于0.5秒 就不认为你是一个长按 然后那么在这个识别上面我们来看一下 无非也是是什么呢 识别我们按了几次和我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多点出控 对吧 几个点在出控 然后这里稍微有一点奇怪了 这有一个特性 它的这个属性叫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sorry 我们看一下下方啊 这个属性名称叫 allowable movement 就是允许与移动的点数 就pt点数 这是十个点 也就是说我们把手指按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能你的手会不小心的往旁边移一下 可能你不小心就会不自主的会滑动一下 但它认为在十个pt点这个范围内的这个滑动 它当作你没动过 所以它认为你是有效的 但如果你滑远了 它就认为你不是长按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默认的是十个点 但你也可以去改它 你可以去改它 其他的什么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建立一下 我们的selector long press gesture done 好 这个地方就比较简单 我们就直接来做一个识别就好了 长按的时候你可能会 我们长按的时候往往是什么 弹出一些菜单 对不对 可能会弹出一些菜单 什么 然后也有可能是我们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比方说长按 它就出现了一个删除按钮等等等等 所以那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弹出菜单的方式 UI I-Alet View 这些我们都学过 很简单 Long Press 然后Message就是你长按了 那Delegate呢 Self 然后退出按钮是OK 好 然后点秀 好 运行一下 好 按着不放 大家看是不是就弹出来了 对吧 很简单 好 我如果只是轻松的点一下 他就不认 对吧 我长按一下 你看 就是别出来了 对吧 然后当然了 我们在这里 其实你还可以再做一个处理 对不对 做一个什么处理呢 比方说我们来更改一下 我把这个改成两个点 或者你长按两次 这个你就自己去设定了 大家看我现在长按 它又没反应了 对吧 我必须要有两个点在里头长按 才会弹出来 好 所以长按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往往我们在应用中 会用到什么情况呢 大家在做TableView的时候 是不是 我常常是长按它 然后这一行就会出现一个删除按钮 然后我就可以去删除 当然也有滑动 也有滑动它 然后出现删除按钮的这种情况 好 那这一课就讲到这里